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个没什么用的知识点 那就是港服商城里面的这些文字 怎么改成简体的或者繁体的 就是这些文字 还有游戏名称的文字 以双而成型为例 我之前分享的视频 这个双而成型是简体的 像这些游戏名称 在上面这个设定里面是不能修改的 上面这个设定只能设置系统UI界面的文字 我这次说的是港服商城里面的文字 像这个文字怎么改成繁体或者简体或者英语 首先我们来到PSN港服商城的网页版 先登录进去 点击个人账户 有一个叫账号设定的 这里面左侧叫您的资讯 右侧有三个 第二个是语言 我们看一下这个问号 此语言会使各种PlayStation服务 包括PlayStation Store和电子邮件之中 点击编辑 语言可以选择英语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我们选择简体 以前是繁体 然后点击保存 然后再点一下同意 设定以保存 现在是简体中文 我们再切回PS5 回到PS5 我们重启PS5 现在港服商城里面的文字变成了简体中文 现在双人成型已经变成了简体的双人成型 这就是PSN港服商店语言的设置修改方法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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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